明界购物中心是阴间指定超市 流通货币是死者生前机的德 而商品全都是来生的条件 比如长相呀 能力呀 生存环境等等 超市有四层 分别对应人寿虫草 不论投胎成哪一种都能买到对应商品 嗨 大家好 我是布马 今天为大家介绍最新世界奇妙物语的三途川商店 三途川就类似于忘川奈何 是传说中沟通生死的河 不寸以叫醒来发现人在三途川 看来自己已经死了 导购小姐姐欢迎她到明界购物中心 说她前世纪的德已经自动转换成货币可以购物了 她一磨刀呢 只有区区的六文钱 看来她死前非得没有积德 还做了恶 不远处传来喧嚣 有人抽签 有人故障 他们抽的是来生投胎 第一位人品爆棚 投胎成大熊猫 第二位来生世人 也是一片欢呼 第三位拖头哥则胡天抢地 自己怎么是个虫子呀 明明生前积了那么多德 但是明界的机制就是这样 投胎全靠运气跟积德无关 导购劝她继续购物 就算是虫子也能给来生买很好的条件呀 该木村了 她也抽到了人 旁人欢呼喝彩 她却无所谓 只想去超市逛逛 这里是人间层正进行500年一度的大促销 最受欢迎的永远是男性定制店 颜值啊 身材要工资呀 只要买了这些 来生一定不缺女人员 但木村也没有兴趣 下一家呢 是诺贝尔奖 只要买下来 生来就能得奖 但售价高达9600万文 老板看木村一副穷酸样 没有打理她 下一家是运动商店 打棒球的天赋要80万 有个男孩想买却买不起 他本应该很有钱的 因为前世死得越冤 死后得到的补偿金呢 也就越多 他生前身患重病 现在去身无分文 是因为犯下了自杀大罪 小小年纪干嘛要自杀呢 木村一问才知道 男孩重病要太多钱 爸妈总是为钱吵架 他认为都是自己的错 就选择一了百了 话题太沉重了 男孩转头为木村 来试最想买什么呢 得知答案是一双好看的眼睛 就带他去眼睛店 那里全都是眼睛 就算不买试带 倒购也不会生气 木村拾戴新的眼睛 一时热了盈眶 人们都说 木村生前的眼睛像死虫眼 因为这副眼神 他上学时激怒混混 打工时激怒顾客 给医院送货时呢 又惹恼了医院的收获大叔 不过这天 他郁闷时遇到了牙生 他虽然身体不好正在住院 性格却让人心动 他觉得木村眼神里 有种别扭有悲伤的感觉 自己早年因为多病 常常怨天游人 今天一看木村的眼神 就觉得跟自己很像 新一天送货时 木村故意提前送来 还带花来看望牙生 不料他的病房竟然传来痛哭声 妈妈哭诉 再也没有钱供他手术了 他为自己能活到现在庆幸 这反而让其他人更加悲痛 木村这才知道 他的病情原来这么严重 当晚木村逛街时无意听到 有个女人好像很有钱 竟打电话说有了五百万 要带一家三口去法国 木村只听到五百万 没做思考就抢走了钱 他事后也没有后悔 觉得女人只是失去了出国旅行 而牙生要失去的可是生命呀 他提喘吁吁 把钱全捐赠给医院 让他们全额用于治疗牙生 但才挂电话就被警察给堵住了 木村慌乱奔逃 从天桥滑倒摔死了 他觉得这也没有啥 反正活着也没有牵挂 只是不知道牙生现在好了没有 木村正浮向连篇 发现牙生也来了 牙生怪他为什么要做傻事呢 他也惊讶 牙生怎么来了 看来他的手术到底还是失败了 不过他来世也是人 而且他得到了很多补偿金 刚买了一件护身符 能够继承前世姻缘 这样来世他们还会在一起 这简直是官宣了呀 就算是木村也袭击而起 又哭又笑 这时男孩刚好路过 对他的怪样子好奇 他这才收拾心情 跟另外两人有说有笑 他感觉难以置信 自己竟然期待起来生老 广播传来文新提示 购物时间皆知 去人间的百度船将要起航 三人走时呢 木村发现男孩掉了照片 这是他生前最后的全家福 可照片里的女人好眼熟 原来木村抢的女人 正是男孩的妈妈 木村听她说去法国 小男人的以为是去旅游 但其实他们是全家去法国看病 可以说男孩就是自己害死的 他心情崩溃 离另外两个人而去 眼看百度船就要启程 牙生和男孩等不来木村 却等来了导购小姐姐 对方拿着一份棒球天赋 说是木村送给他们的 可这售价八十万文 他哪来的钱呢 这是开头的秃头哥狂奔赶上 感慨遇到了怪事 自己明明是要投胎成虫子的 却有个投胎成人的 非要跟自己换 只要自己给他八十万文就可以 哪有这么傻的人呀 其实这个傻子就是木村 他嘴里附赠道歉信 请另外两人原谅自己 自己要还清前世与罪 来世不配当人 只能当虫子 希望自己换来的玻璃 能稍微弥补他们 男孩着急要找木村 但一旦错过百度船 就再没有投胎成人的机会 牙生又把他拉了回来 新的轮回开始 有只虫子闯进一户人家 女主人正在做晚饭 手机直播着盛大球赛 有位棒球天才 凭借一记拳雷打翻盘 现场观众激动呐喊 男主人也手舞足蹈 他冷静下来 才想把虫子拍死 但女主人冥冥中觉得不忍心 只是把他放到了床外 此时 获胜感言 自己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多亏其他人的帮助 自己今天的拳雷打 就要献给恩人们 二人一重 虽然已经认不出彼此 却在此刻团聚 过上了各自想要的人生 故事到这里呢 就结束了 不过其实我感觉 本片里面最好玩的部分 并不是投胎成人钱 该买什么 而是投胎成动植物的话 该买什么呢 假设大家如果是要 投胎成蚯蚓啊 或者是一根草 身上却有几千万文钱的话 你们会给自己买什么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 咱们下集再见